新读词,本日课会,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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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64号 从日本来的小狗见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我所认识的台湾 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 跟我的出生有关 1995年 我在日本神户市出生 出生过的第三天 神户市发生了大地震 我妈妈那时候 一听到地震的声音 就马上把我从床上抱了起来 谁知道 下一秒钟 电视机器掉在 我刚才睡觉的地方 我出生才三天 就经历了 什么事久死一生 地震发生物 不止日本国内 其他国家 也有很多人担心我们 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 其中一个 就是台湾 这是我对台湾的第一个印象 我对台湾的第二个印象 跟今天的演讲有关 其实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并不喜欢台湾 因为台湾实在太温热了 每天都在下雨 而且我不喜欢臭豆腐 我每天都想念日本 算不得能马上回日本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对台湾的印象 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那一天 那一天我迷路了 古古地图 古古地图告诉我 这里有一家和服店 但是 却一直找不到 我走遍大街小巷 却始终一无所获 时间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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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后期已经下午三点五十了 这里我们约好的时间 只剩下十分钟而已 而且我也没有网络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在一桌莫章的情况下 我只好鼓起勇气 向一位叔叔问路 对不起 这边有没有一家服服店 我的中文听力不是很好 她的回答 我听了一只半简 她似乎说 这里好像没有这样的店哦 这时候 另一位阿姨主动走过来 说 啊 那教练在两年前就搬走了 哎呀 尽管看起来是被棘手呢 可是 出货意料的 那位叔叔 马上帮我查了那家店的电话号码 并且 打不出悬问新的地址 而且阿姨 就跟着他们的对话 画了一张地图给我 幸亏 有了他们的顶地相助 我才顺利的到了那家侯府店 一直到现在 我还小心翼翼的保留着这张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的手贿地图 还有那时候我之所以去那家侯府店 是因为我要坐现在我身上穿的这道路 所以也可以说 这次演讲促成了这样特别的缘分 也让我喜欢上了台湾 现在我知道 现在我知道在台湾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教台湾人比请教姑姑来得更得高 在我心目中 台湾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台湾人保有的强大 是跟别人一起感受痛苦 一起感受悲伤的同理心 是为别人血中送烫的慈悲心 最后我要说一声 台湾谢谢你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